快根植物热门推荐神圣乳香 哈喽大家好 我小新今天继续带大家了解神奇的快根植物 乳香 这里是阿曼的第二大城市叫萨拉来 它是前任君主苏丹卡布斯的故乡 这里的市中心的清真寺也是以它名字命名的 今天的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萨拉来似乎晚上并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想找一条像样的街道拍夜景都是不可能的 虽然这里地理商来说 萨拉来并不属于阿拉伯半岛热带沙漠气候 但是这边常年都是34度左右的天气 如果你到了这里想要从这个城市带走些什么 那肯定是带走当地的特产 这里的特产就是今天要讲的乳香 乳香在西方的宗教场合非常的常用 古埃及和古罗马的祭祀曾大量的使用乳香 在神庙中制造异乡渺绕的神秘气氛 这边的路旁小店也是在门口织上了锅灶 开始征熏乳香 当地人用这种乳香去熏蒸衣服 使衣服上面飘有香味 在古埃及遗留下来的记载中 就记载了古埃及法老 哈特谢普苏特曾经亲率贸易团队 前往庞特金帝尼不明 可能是索马里和艾桑俄比亚附近 和庞特女皇进行了乳香贸易 并使用其作为化妆品 在费信书中特意提到过乳香 它是世界级的传奇香料 它的幽远香气贯衡中西古今 从圣经中的耶稣圣诞之时 三博士带来的礼物 到宋代提供巨量财政收入的专营商品 再到著名的香水调香 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它的身影 而阿曼正是乳香的主要产区之一 乳香名字来源于法语 意思是上等熏香 这种香料并非来自于乳汁 而是一种树脂 它来自于橄榄科乳香树的好几种植物 包括了神圣乳香 齿叶乳香 纸皮乳香和波叶乳香 而索马里附近 生产的是神圣乳香和波叶乳香 在阿曼地区也生产着神圣乳香 神圣乳香在过去被认为是两个物种 原产阿曼和野门的阿拉伯乳香 和原产索马里的索马里乳香树 但它们如今被确定为一个品种 不过不同产区的神圣乳香 也分成很多差异 在香气上会有所区别 因此乳香在产品贸易中会著名产区 乳香的植物大多生长在贫瘠山上 看起来曲折 有种在山丘上生长的盆栽 小而薄的叶片并不茂密 花朵也小 起初是白色 逐渐才会变成浅红色 而这种树 直至生长到8到10年之后 才会产出树脂 人们会割开它的树皮 从伤口处分泌一种白色乳液 这种树脂是用来保护自己的 这种颜色乳香 也是希莱伯语 这个Laniho的这个来源词 词意就是白色的意思 树脂在切腐风际之后会变硬 颜色会变着虐待透明 结成松香状的科匿 这便是乳香了 如果你到了这个城市 只是了解了乳香 那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旅游者 你可以前往佐伐尔古城 佐伐尔现在是阿曼的一个省 历史上和旁边的哈德拉茅一样 是阿拉伯半岛最悠久的国家 古城在19世纪末 被英国考古学家们发现 得到了一个美国基金会的援助 正好这边有很多旅游团 来考察和学习 苏姆湖拉姆古城 是公元前三世纪 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 一个富裕的港口城市 它不仅是以前伊斯兰时期 最重要的定居点 也是乳香之路的核心 城门是一座壮观的防御建筑 一条弯曲而又陡峭的道路 像三座大木门城外 有一座小庙 第一时期同时期的一些建筑 以及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 现在都被挖掘了出来 其他的金服手工作坊遗址 证明了这座古城 在当年乳香之路上面的重要地位 这里是居住区 苏姆胡姆 这个私人房屋就有好几层 一般来说真正的居住区域 都是在上层下层是工匠的作坊 苏姆哈拉姆古城 是哈德茅皇家倡议建立起来的一个城市 由哈德拉茅王国的移民居住 恩怨前三世纪 塞拉来北部是乳香的重要住职地 纪念建筑是苏姆胡拉姆古城最有趣的建筑 它保护着一口深达25米的井 现在已经完全被毁坏了 还有两期风格完全不同的建筑拼接而成 考古学家在第二期建筑中 发现了被抬升了三甲五米 想起塞拉来城中随处可见的是 蜂蜜商铺乳香之路贸易至今保留至此 碧海南天下 漫天黄沙旁 阿拉伯人用土砖建起了一座新的城市 由于基督教的发展 那种乳香在埃及以及欧洲市场 在四世纪之后逐渐缩小 以及六世纪 野门马女布大坝崩溃之后 阿拉伯半岛上出现了荒漠化的现象 被称为无人地带的 鲁布哈尼沙漠中的许多绿洲消失 使得商女马车更加难以逾越 再加上近东的帕提亚帝国境内 游牧民族对商女的抢夺 也使得野门经阿曼致近的乳香之路 在兴盛了三百年之后 出现了衰落的趋势 上周至泉州的海上丝统之路 又被称作海上乳香之路 每年向中国出口数十吨至三百吨的乳香 北宋初年泉州成宏进 前德元年963年12月 供白金千两乳香药茶皆万计 真宗朝皇帝浅重道教 对乳香的消费大增 道场科销无虚日 以咒达西保乡不绝 西庆奉祭日赐供乳香120斤的记载 在宋徽宗筹明年间 神销公事起土木之功由盛 群道士无赖 官吏五感少许其异 月须毕薄朱砂纸笔 沉香乳香之类不可计数 随遇随给 等等的记载 接着我们再来聊聊这颗植物吧 今天要讲的就是乳香的 这个主要的产出植物 神圣乳香 和名字不一样 神圣乳香的香气和牛奶等乳制品的香气 是截然不同的 完全没有乳的味道 反而带有了松木的香味和柠檬柑橘的香气 这是因为它含有很多不同的丹菇锡 其中阿尔法派锡赋予了乳香的松木气息 比较特别的是 乳香通常含有左旋柠檬锡和右旋柠檬锡 这让它拥有柑橘和柠檬山木的前调气息 不同品种的乳香 各类粘锡成分会有所区别 但整体来说 这种香味是那种非常清远 清新优香的那种香料 索马里的神圣乳香 每年可以收获两次 在春季的二月到三月 人们会从乳香树朝日出一侧 划开树皮收获乳香 而到了秋季八九月 则会换到朝向日落的一侧 这样能帮助树木愈合 同时达到收获两次的目的 起初树脂的分泌科尼较小 色泽也偏黑或琥珀 每隔十到二十天 人们会重新划开伤口 树脂也会变成大逆而白色 香气也会更加的浓郁 收获后树脂往往会被认为是最好的 也就是说 它这个采收季最后一次的树脂 往往会是品质最好的 价格也要比初次的要贵十五倍 普遍来说 因为春季相对秋季来说 更加的潮湿 因此这个秋季的乳香 是要比这个春季的要好上好几倍的 说完了乳香中的最佳上品 就是这种神圣乳香 而稍微刺一点的 就是剥叶乳香 它的采收期则长达九个月 不过虽然它们的树脂通成为乳香 但其中剥叶乳香中不含乳香酸 使其同属于珍贵的香料 在药用价值上会被 这个认为是稍逊于同属的其他乳香树脂的 不过它却是最古老的口香糖原料 有着清爽的柠檬味 在索马里地区 这种树干以及树脂被当作牙膏使用 有趣的是 不同地区和时代的人 对乳香的等级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 唐代理寻写的《海耀本章》中 首度提及了当时人们认为 最高等级的乳香要 紫赤如樱桃者为上 红透明者为上 北宋红粥的香谱也延续了这一标准 以通明者为胜 而南宋的赵如 事则改变了这种说法 发展出一套更为完善的评级标准 认为原打乳指头 俗所谓滴乳是也 认为是上品的茧香 而色则灰黑 则为下品黑榻 在清明上河图所画的 赵大成家前方的十字接头 就有一家招牌上写着 牛家上色陈坛茧香 也就是说此处卖的是最上等的乳香了 好了 那今天咱们的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吧 如今的乳香 产区人们和这个西方买家的 评判标准也是很不一样的 总而言之吧 这些截然不同的标准可能是和当地的气候 和乳香的适应性有关 侧面反映了这种香料 在全世界贸易之广 远远流长 影响之深 而如今这种植物呢 就随着这个 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降与减少 伴随着很多地方的过度开采 然后这个乳香的这个产量变得非常少 然后这个行业 也慢慢变成了一种非常小众的一种行业 持续状态非常的糟糕 慢慢的这个乳香也变成了 我们植物玩家手中非常珍惜 非常珍贵 非常小众的一种 这个滤植来进行养护了 希望这个 就是在玩家手里 这个植物能够延续下去 从这个经济植物 变成了这个玩家的这个盆景 这个乳香 完成了它几千年几万年的这样一个使命 那我们下期见吧 感谢大家 再见